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哦 心里要一首歌 作为草原走出的歌手 云飞嗓音十分有特色 他的歌曲几乎都是关于草原和故乡 一首《时间的远方》 就完美还原作者对乡愁的理解和描绘 威威道来的歌声像极了一谋暖阳 令人动容 云飞也用着自己独特的声线 将对母亲的敬爱 对旧时光的怀念 以及淡淡相仇的歌曲 演绎的思思入口 在世界的远方 我看见妈妈的目光 像冬日最美的羡羊 他们暖了我的天堂 在世界的远方 在星光大道成名后 也认识了如今的美娇妻郭金童 夫妻俩可都有着 人人呈现的好嗓子和爱情 甜蜜对唱的一首《青山哥哥绿水妹》 其实歌词表达的是 对祖国《青山绿水》的热爱之情 但是两人唱完之后 怎么有一种情歌对唱的感觉呢 《青山绿水妹》 走进了一趟 莫问谁 青山哥哥绿水妹 可哥我只猜青 妹妹与你碰飞醉 云在铁上飞 水在地上流 这男人们都羡慕 云飞粉郭金童的感情史 有人传出两人现在已经离婚了 但云飞却没回应 竟然直接和云朵 直接对唱了云在飞 人清脆悠扬的《天类之音》 真是太让人心醉了 人生前的演唱 也让不少人都说 云飞胆子真大 你是谁在流 你是谁在流 我是人在飞 约定三生无悔 无悔的等待 约定三生无悔 本期的音乐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